就两个球 然后等一下我随手会放 你要在这个球落地之前接住它 而不是打掉它 那我手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可以 给我做一下 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你觉得具有迷惑性一点 不是你直接你直接送到手里 它是这样 你来你来 我呀 试一下 可以 教练我想挑战一下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们接不住 我觉得是没戴手套的原因 所以你们就是在找客观原因是吧 这纯粪是滑了 哎不错 哎不错 我来 还得果断 最后一次机会 有这么难吗 挺难的 果断 对 他最后发现了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重心要低你知道吗 就离这个球的距离更近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手的位置 有的人手会放在这儿 那我们只能一个手 我们放在中间 两个手这样一起出 好的 对 刚刚谁还不服 来给你们多个示范 不 不 我这你就晃了我一下 我这 站住一下 有这么难吗 哎呀 睡了点难 对不起教练对不起 我把球抛给你之后 你自然而然地倒地 然后起来的时候抛给我 我以往我取多少点 对你感受一下 一 二 你还抓呀 这个反应力就是我们前后可能都会有 我们要争取能够都接到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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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 前面 哎 好 差 好 可以 来 下一位同学 好 自己不同学 指导 指好了好了 指导 指好了没有 可以 一 二 不不不下去了 不下去 前面的不下去 直接给我 不 不 诚哥脑都好 就协调性差点意思 你下去 谢谢 诚哥听你的话伤心了 听进去了 我在想我协调性哪不好的同时 完全展现了协调性特别不好的状态 三 这个 要给他多一点的施展 哦 这认带好好 这个很不错 这不用连的 这个非常好 要两个人一组虐一下吗 我要虐这个吧 欣欣 你俩一组吧 来 不是 我这勾的勾不上 你恭喜 你恭喜吗 同学们 我们试一下这个 我看你们都行不行 趴着 要全部站起来不能跪着 很棒 难吗 难吗这个 一点不难 啊 这有啥难的呀 还会抛起来前滚翻 然后起来接球 这可以 练武术有个叫抛接 来 起接 哎 对 是差不多是这意思 当心了 漂亮 哎 漂亮 对不对 你这啥呀 人家做前滚翻 前滚翻 来个后翻 来了啊 接下去是一个反应力的一个小小的测验 你把球抛给我 然后我用拳击回给你 好 拳击又撞你枪口了呗 又撞了 来 是我拳击你接球 好好好 能这样吗 能啊 能就脚要动了 不然练 我都给到你手上 什么要练呢 好好好 重新来 脚要动啊 对啊 脚要动啊 我可以帮你打他们 来 来 去挑战一下 来 可以的呀 对吧 你们私底下关系真的好吗 行吧 来 我们私底下关系确实不太好 你们要记住守门员的反应力 是很综合的 无论是对球 然后对人 然后包括对判断 都是需要反应的 接下去 我们就要进行一些 在守门员的专项训练了 我先考考你们 我们正确的一个准备姿势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来看一下 我给你们评个分 看谁的最标准啊 你 诚哥这个手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手应该是垂直一点 这样就更标准了 对 你的上半身可以再起来一些 你的话 腿趴太开了 腿与肩同宽 对 嗯 你还是太宽 对 手的话也不要这样 手的话在躯干中间 上下这一块 大家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放 我们的膝盖弯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快速的启动 比如说人家要射了 我站定 包括扑球要扑球了 我就可以启动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接下去今天要先学的呢 是启球 你先吧 来吧 看一下小区实力 来吧 请坐吧 我们的腿先側坐 跟我一样 对 像条美人鱼一样 真的很娇羞 同学都注意听一下 你现在来倒在地上 我看一下你的姿势 手 是一个手压球 一个手挡球 然后身体千万不能往上这样翻 这样子是对的 腿要对 我把球踢给你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这个动作能不能保持好 来 怎么样 可以 来 反应是快 扑完球之后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腿打开 伸直 好 没问题 试一下 你们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 我的眼睛 注意力要集中 他的问题在哪 不集中 太肿了 说明真的很危险 距离稍微离你远一点 漂亮 可以 那你可以直接这样 对 踢这边 你试一下能不能蹬出来 漂亮 不错 我开始站着了 漂亮 哎呀 哎呀 你 你 这是你个 啊 当你了 小辣随便走 要加油压 对了 可以 多余了 给你们加 进阶了 震猛一点 来 我先大力 咱们是不是得走远一点 再猛一点 大力 你还是跟教练来吧 教练 这边啊 好 好球 很不错 我发现你们都很有这个感觉 来 赶往心 腿不行别做了 成功我们试一下 来 这边 球这个预判了 对 我好像还没踢 还没踢你就已经躺过去了 不预判接不着 不是 你们这不是预判 你们这叫猜 他不叫猜 他叫名字按照你的指示去走 可以 如来神掌 还好我身法灵敏 那我们接下去挑战一下半高球 好的 我跨一步 接完倒地的这个感觉 整个是身体的侧面的这一条落地的 其他的敌方都不要着急 来 鞋前 快 下一位 又没点评了 没有点评 没有点评是最大的恶评 这个 这个很好 完美 好 我们接下去觉得呢是在鱼跃铺球 在我们蹬出去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落地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用手去撑 我们要用我们的大面积 大关节去找地 用你们的胯 或者是用你们的手上的球 这样 这样摔下来 用腰去撑 对 叫做腰撑 鱼跃 我应该能鱼 我刚才还是 我泄力还可以 我想做个示范 但是我不确定你们能不能抛 可以 你们谁抛 我比较厉害 给你们感受一下 背 走 对 这个我可能不太行 你咋也不行了 我来是 腰撑 用腰来撑撑 准备 预备 开始 很好 就是腿 你有腾空的 到时候这个视频 可以把你剪在等够那一秒 然后把那个地给人给拉高一下 准备 预备 开始 你来一下吧 排吧 预备 走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垫子的话 应该 那随便飞了 有垫子 你们以前小曲里的时候 都是在垫子车里 我来教你们一个 我们想要预判 但是我们不能盲目预判 我们首先从射门的这个人的眼神 先进行一些判断 老师我眼睛小 看不见怎么办呢 戴隐心眼镜 不是 我说别人看不见我眼睛 那你又很有优势 好 打球者我们会看这个角度 但是你做为什么 你就要判断他是欺骗你 还是他真的会踢这个角度 然后另一个 就是从我们助跑的方向 我们如果直线助跑的话 我们是不是 大多数是推这个角 在看到进攻队员直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点防这个位置 但是左脚例外 左脚的话 我们就得防这个位置 他如果是斜线的话 那就是两边都是50% 50%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支撑脚 他会朝哪边踢 他的支撑脚会朝着哪边比较多 所以我如果要朝这边的话 我的支撑脚一定是会往这边转一点的 通过这些微小的东西来进行判断 那当然 点球只有这么0.0几秒的判断时间 更多的还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要不你们打我一个试试 行 你们认真期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你觉得我是在搞笑过吗 我每次都很认真问题 他就是越认真越搞笑 越努力越心酸 对 你把他的 你把他的策略已经说出来了 你这太明显 你看我就从你的眼神里感觉到 你告诉我在踢这边 你错了 我是想踢那边 高练 你看 他很认真 他努力了 他绝对不是 他努力了 他特别的努力 我觉得想踢那边 越认真越搞笑 越努力越心酸 真是七凌晨的策略